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数据的发展 国内今天单日新增3973宗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通报22宗 而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更在记者会上说明 国内涉及南非变种毒株的累计病例 已经高达62宗 并在社区中有逐渐扩散的迹象 延伸的感染群更涉及多个周数 让人担心疫情趋向恶化 诺西山今天和掌管国防部的高级政务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麦莎比里召开联合记者会指出 国内今天新增14宗涉及南非变种毒株的病例 目前累计病例高达62宗 其中感染这个毒株的患者 涉及吉兰丹一名医护人员 以及一宗涉及森美兰州的一个感染群 政府相信 数种源自外国的变种毒株 包括南非B1351 英国B117 以及印度B16172 已经在多个周数逐渐扩散 因此希望通过MCO3.0管控疫情 避免情况加剧 诺西山指出 如果国内病例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中 距增 预计国内会需要1700张加护病床 国内今天新增最多病例的周数依然是雪州 1328宗 再来是烧拉月 512宗和吉隆坡483宗 全国一共有8个周数或直辖区出现三位数的新增病例 另外 伊斯迈沙比利则提到 政府之前将管制令分为MCO CMCO和RMCO 导致很多人对SOP感到混淆 如今政府决定 将为全国制定统一标准的SOP 他解释 自从发生疫情后 政府落实MCO1.0成功压制疫情 却让许多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受严重影响 因此 当推介MCO2.0时 只是禁止社交活动 并允许经济活动照跑 这回的MCO3.0和2.0一样 只不过SOP稍微收紧 尤其针对社交活动 来关心国内一些周数的疫情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天披露 宾州的冠病生切治疗病房 病床已经爆满 加上非ICU的病床病房 使用率已经高达70% 曹关友指出 根据宾州卫生局数据 宾城治疗中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宗 而且需要严密的监督和管理 他也敦促 所有出现症状的患者 尽早进行筛检和接受治疗 不要延误就医 截至今天 吉隆坡批发工室 已经累计超过310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渔滩区占了超过270宗 吉隆坡海商工会会长 新建家向中国报指出 渔滩区的小贩和员工的检测报告 累计确诊270多宗 涉及102个摊位 不包括已经出院的8人 另外还有10多名员工失联 开灾节即将到来 政府收紧防疫SOP 雪州巴达林在野警方 更会采取主动上门检查的监督行动 凡是举办开灾聚会者 屋主和访客将分别被开出 25000令吉和5000令吉的罚单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穆罕默法克鲁丁助理总监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 指警方将从明天开始收紧执法 另一方面 政府今天针对一车只限三人的宣布再度悠转 该层私家车在符合一定条件下 可以根据轿车的容量来载人 国家安全理事会在他的官方网站 上载这份最先的SOP 除了说明车载人数以外 也说明在MCO期间 公共服务领域的职员到办公室的办公人数 是根据公共服务局发出的通令或指示 今天是国内一些州属或地区实施MCO3.0的前夕 由于后天便是开灾节 马六甲日巴张大巴萨入口处 今天早上出现大约300公尺的排队人龙 大约500位民众等待进入巴萨 采购佳节用品 由于后天星期四就是开灾节 今天早上便有许多马来同胞 涌到有关巴萨采购年货 排队的人龙中 马来同胞占了九成 加上明天开始就职新MCO3.0 大巴萨的管理层也安排市政厅官员 道场加强监督 限制巴萨只能允许500人进入 根据了解 大巴萨将配合开灾节 在这个星期四和五休业两天 彭亨州文德甲巴萨和超市 出现大批民众选购日常用品 为接下来不能外出堂食和闭门在家 做好准备 一名猪肉小贩说 猪肉摊今天清晨六点多 就迎来不少顾客 买的量都比平时还多 早上九点就几乎卖光了 反观彭亨州文东和登加楼州 刮拉登加楼市民则淡定面对 没有出现抢购潮 来关注一宗人神共愤的社会命案 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被送到保姆家时 惨遭吸毒后的保姆丈夫先杀后鸡肩 导致小死者的肛门严重撕裂 死状恐怖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摩罕默法克鲁定助理总监 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26岁保姆的丈夫也就是同龄的乌衣男子 在上个月27号晚上吸毒后 用手无死男婴 再用硬物性侵和鸡肩小死者 警方接获投报后前往医院逮捕二人 警方也在嫌犯住家 乌衣小死者的父母分别是保险经纪和商店助理 嫌犯一家是他们的邻居 小死者是在满月后就交给嫌犯看顾 小死者由嫌犯照顾半天 其父母在之前并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伤痕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谋杀和基建条文调查死案 并在明天提控男嫌犯 另一方面 莫哈默法克鲁丁指出 5月6号下午一点多在白沙罗伯兰岭某公寓 一名24岁的华裔大专生和同学合伙贩毒 却因为分赃不均引起杀击 结果死者惨被同窗好友疯狂刺死后 再从26楼阳台抛尸 扬装成自杀的现象 但还是被警方查获真相 而被指拖欠死者25000令吉债务的同龄嫌犯 在行凶过程中也被死者致伤 他在案发后自行到医院寻求治疗 被缝了100针 并在出院后落网 身为警员执法犯法 一名隶属巴达林在野井区的30多岁武长 因为不满保安员慢开门让他等太久 竟然因此和对方发生口角并斗殴 这名武长甚至猛踢这名保安员的腹部导致他受伤 武长打人的案件于5月9号中午12点多 在巴达林在野明家镇的明家阁发生 巴达林在野警市主任 莫哈默法科鲁丁助理总监指出 武长打人的过程被毕露电视全程设下 涉案的武长也已经落网 吉打花林一名16岁的中学生 昨天下午3点多在没有驾照的情况下 开摩托在15岁的友人外出 不料摩托失控翻覆 飞落到反方向车道时 再被一辆轿车刹车步及撞上 两人因此重伤身亡 而其他的社货司机和乘客都没有受伤 两名死者都是刮拉布干国中学生 警方援领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条文调查此案 吉隆坡刑事罪案调查组警方 在昨天下午6点多突击满加了一间高级公寓单位 逮捕4名中国籍男子 发现4人为一个涉及网络投资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非法集团 效命目标为诱骗祖国同胞 调查发现 该集团5个月前开始以每月8000令吉租金租下该单位 以每个月6500令吉聘请每一位员工 警方也在现场起货总数为18万令吉的各国货币 不仅如此 金马警方也在同一天下午3点多 在吉隆坡霹雳路某高级公寓 倒破一个网络投资诈骗集团 逮捕35名男女包括6名中国人 调查发现 该集团以1万令吉月租租下有关单位 再以3000令吉左右 聘请员工拉拢中国人下注 来看国际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将最早在印度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V1617 列为全球关切变种病毒 初步研究显示 这个变种病毒可以更迅速的传播 更容易引起疫情大爆发 V1617是第四种被世卫组织定位为 全球关切变种的新冠病毒 需要加强追踪和分析 其他三种最早发现的变种病毒 分别源自英国南非和巴西 世卫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任 范克尔克霍夫星期一指出 初步研究显示 免疫系统对印度变种病毒的综合反应有所降低 意味着抗体似乎对该变种病毒影响较小 但是目前的研究显示 现有的疫苗用来预防这种病毒依然有效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 全球上个星期的报告显示 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40万例 新增死亡病例将近9万例 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唯一选择是全球合作 而非竞争对抗 美国早前对于辉瑞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只限于16岁以上者 上个星期启动程序 扩大到12岁至15岁的儿童 最快从星期四开始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欧洲药品管理局也说 欧盟最快可能在这个月之内 批准让12岁到15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 英国和英格兰公共卫生局星期一指出 注射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 就已经能将新冠肺炎死亡风险降低到80% 注射两剂后则提高至97% 意大利方面 一名23岁的女学生因为护理师的失误 星期日被一次性注射了整瓶 一共6剂的辉瑞疫苗后被留在医院观察 目前正在接受输液和解热症痛药物 情况已经良好 另外台湾新增了7宗本土病例 其中6宗的感染源有待厘清 包括一名游艺场群聚事件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 由于台湾境内出现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导致社区感染风险增加 为了防范疫情在社区内传播 从今天开始到6月8号 一共4个星期 提升疫情警戒到第二级 霹雳江沙 甘榜吏布的村民去年开始用点燃传统土油灯的方式 来迎接开灾节 今年他们更把竹棚架设计成 马六甲海上清真室的造型 气势十足 让马来同胞们 即便是疫情期间 依然可以在遵守SOP的情况下 献上祝福 新闻的最后来看看 村民们自制的海上清真室 挂满2000盏土油灯的壮观画面吧 我是Bemmin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